Tiktok 所有的美国用途的数据是存储在美国本地的 但这一切是美国的那些政治精英所不理解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希望也不愿意美国去遵守其他国家 美国的公司去遵守其他国家的法律 所以他们也不相信一个中国公司会遵守美国本地的法律 看我最近的一个表态是他批准了微软可以去购买Tiktok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应该从这场交易中去分得一部分利润 这个和我们所认知的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 哪里有半分钱的关系 我想这个事情其实对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影响是非常消极 其实会让更多的中美交流 中美的科技创新交流受到阻碍 美国不希望通过加强自身的创新的方式 去自己活动正面的市场竞争 反而是需要通过打压封禁 然后以及强行把它剥离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去获得自己的市场竞争利位 那么这个东西从长期来看 只会越来越削弱美国本土的重新利益 Facebook主要是推出过两个山宅的作品 第一个叫LIFO 推出没多久就运营失败了 然后他们推出了第二个产品 叫做Rios 全程的山宅提供报告 全程的山宅提供报告